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。 是不够的,令人意外的是,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没有这个意识,比如印度,印度有两条重要的河流,一条洁白似下雪,一条垃圾成堆,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。 众所周知,印度的母亲河是恒河,按理来讲,既然是母亲河就应该好好保护,像我们国家保护黄河那样,但事实上并没有,因为在印度人的眼中,恒河作为母亲河是神圣的象征, 他们认为人要到恒河中沐浴才会变得圣洁,甚至在他们的认知中,恒河沐浴不仅可以驱病消灾,还可以延年益寿,就连死后都需要将遗物和葬礼品扔进河里,才能洗清一个人的罪孽,所以日积月累,恒河就变成了垃圾河,加上工业垃圾和生活厨余,恒河已经彻底失去它的圣洁,另外一条河是亚姆纳河,它虽然不圣洁,可是很洁白,今年累月从不消散, 有人会想,这不是挺好看的吗?但其实这里的雪跟我们想象中的是不一样的,因为这些洁白的东西不是雪,而是气味难闻的泡沫,泡沫来源于工业污染,生活污水,就算是从现在开始治理,也很难使这些泡沫消散,本以为如此,印度人民就会收拢,好好地保护河流, 但他们完全不在意,仍旧在水里洗衣服洗澡,甚至用河里的水洗菜,听到这里实在令人责舍,不管怎样,还是希望印度居民引起重视,早日解决河流污染的问题,让恒河的水变得圣洁,让亚姆纳河的水变得清澈。 好了,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,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,欢迎大家点赞评论,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。